在開始使用富士的APP之前呢 必須先將手機和相機做配對 不過我們發現很多人會卡在這一關 所以我今天要來示範如何進行相機的配對 首先打開手機的藍牙設定 然後開啟相機 按下Menu鍵進入設置選單 連接設定 Bluetooth設置 配對註冊 接著回到手機 進入APP 選擇相機型號 按下Add 再按下Persever 接著就會看到相機名稱的閃爍 注意喔 要點選APP上面的相機名稱才能完成配對 這就是配對的方式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有任何操作上面的問題 或是有想要我們拍攝的主題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我是小潔 我們下次再見